台北市文化局配合市府台北好好看风华水岸景观 整合水岸资源公共建设计划 秉持着一座文化城市要有一座可以成为生活一部分的剧场的初衷 台北市政府跨局处整合 将公管水岸区的水源市场十楼殡议局大礼堂 整修规划为水源剧场 水源剧场临近台湾大学 宝藏岩国际艺术村 自来水源区 温罗丁街区等充满艺文气息的景点 而具庶民文化的公管夜市也在附近 交通方面搭乘公车 捷运至公管站相当便利 2009年台北市文化局邀请以色列艺术家雅科夫雅刚 为水源大楼外观全面设计呈现崭新的面貌 外墙的公共艺术水源之星 由左侧观看 可看见像大海波浪的蓝白相间条纹 从右侧观上看到的则是漸层的彩虹色彩 从正面观看就如同看到彩虹宁照在波浪中 缤纷色彩象征台北市的多元文化 与呼应水源市场生生不息的水源意涵 水源之星已成为公管地区醒目的地标之一 搭乘电梯到达十楼 会看到电梯门上有书法名家 董阳姿苍劲有泪的题字 为水源剧场增添艺文氛围 水源剧场历经三年筹备 在2011年11月启用 提供国内外艺文团体申请使用 剧场内规划了宽敞的团体化妆间 以及专属化妆间 让艺文团体可自由运用 为演出做好准备 令排练空间可供各类型艺文团体申请使用 让演出完美呈现 台北市目前拥有如国家剧院的大型场地 与实验剧场的小型剧场 拥有500席座位的水源剧场 可以使台北市中型剧场的规划更加完善 500个观众席座位采活动式设计 可以依照剧幕、演出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做多面向的剧场陈设 无论是将全部的座椅收起 将空间扩大到最基本的单面向 或是三面式都可以演出需求弹性调整 空间的利用更加多元 即使是活动式座椅 椅子的舒适程度也不马虎 提供观众良好的观赏品质 道具与灯光可以架设在升降吊杆 剧场设计挑高6米的空间 让剧团可灵活运用 舞台贴心的设计 提供各式剧团的表演有更多可能 水源剧场拥有丰富的宣传管道 除了电梯与大楼的公布栏外 亦提供空间让艺文团体致放文宣品 网页上也有每个月份的节目总表 水源剧场规划以提供长销式演出为主 欢迎各类型艺文团体申请演出 提供市民丰富多元的演出节目 成为满足市民艺文需求的生活剧场 台湾表演艺术产业机制逐渐建立 水源剧场将带动台北市南区的艺文欣赏人口 集成为公管水岸新亮点 青者说画期权 880 年轻空间 剧场 第二